歡迎大家收看東周列國戰國編的第十六集 今天就博新的一章 就是講趙武凌王 蕭先生 我看趙武凌王的時候 這一集覺得很好看 很有戲劇味道 也覺得人物的性格經常都不錯 當然最突出的就是趙武凌王 衣服 言語上的改革 中國有三次重大 這個是其中一次 第二次就是北藝孝文帝的時候 規定所有人都要講中國話 不准講鮮卑話 言語那裡都有改革 趙武凌王這次只是講雀差 整體是一個風俗的改變 北藝孝武帝就改回頭 就是所有人都要講中國話 不准講鮮卑話 他們是鮮卑貴族來的 北藝是 哦 原來是 然後到了 當然是滿清 要所有人虐法亦服 嗯 這個在趙武凌王的時候 算不算這次 他實行互服劇社 算不算是第一次崇洋的表現呢 崇洋是一種文化的 其實是文化革命來的 因為一向華夏諸葛都看不起 那些胡人的 現在是模仿胡人 當然有很多傳統的人是抵抗的了 但是為什麼要胡服呢 因為說以前我們中國的那些衣服 就好些袖很闊 打仗的時候很不方便 經常穿襯不方便 所以如果那些袖短一點輕便一點 那打仗就方便一點了 除了袖之外呢 我不知道啊 我只看劇集說到這件事 還有什麼呢 那些衣服是兩折的 嗯 是啊 以前如果我們看到電影裡面 全部都是一條長袍 是啊 一條長袍來的嘛 就是中國的衣服是一層層罩上去的 那這樣的衣服怎麼騎到馬呢 嗯 一定要件衣服分為兩折才騎到馬 嗯 但是那時候我們都有馬車的了 那時候騎馬車的人呢 用不用 不用啊 你站在馬車上而已 是啊 有什麼分別 沒有分別的 跟平時沒有分別的 第一就是 所謂胡服就是這兩樣特色 那個袖 由長袖變成接的袖 喂 所以這個我們叫武咒 嗯 其實呢 大家以為 喂 看大戲看到那些大臣上朝 帶了一些甲咒這樣上朝 世界上哪有這樣的事情 就是不是去打仗 是不是啊 你現在想造反嗎 淫功想拼命嗎 文官和武官的分別 都好 就是在三咒那裡 這個是武咒 是這樣接起來的 文咒就是這樣的 嗯 明白嗎 嗯 文官和武官是兩大分別 一個就是在咒上 另外一個就是在明朝之前 在那個深口 那個那個叫寶子 是什麼 如果是鳥仔的就是文官 如果是猛獸的就是武官 你明白嗎 嗯 如果是龍就是皇帝 就是他分開等級 什麼鳥仔就是紀品官 什麼野獸就是紀品的武官 嗯 講到春秋的時候 就是春秋戰國這個時候 都好像還沒有分這個文官和武官 究竟中國什麼時候開始有分這個文武官的 就其實開頭的品級都不是分得那麼嚴 就是到宋朝開始就分得嚴很多了 文官和武官 到唐朝還有很多人出仗入上 這樣我們現在說就是互服騎射 之前我們曾經說過 由兵居 使用兵居 轉成使用騎馬 的分別在哪裡呢 嗯 起碼輕便一點 快一點 話畢竟你打人的時候 你都可以立刻去捕別人就可以了 就是說兵居和馬 比起來有兩大分別 第一就是馬是快一點點 因為馬拖一輛車始終都慢一點 第二是在靈活性 manufability 你知道嗎 你輛車要轉彎的時候 要走回相反方向是不是很慢 馬靈活很多 就是說等於我們現在的戰機 不是鬥飛得快的 到打的時候 飛得快有什麼用 走路的時候就有用 大家相遇的時候 打的時候 是要講你的轉彎半徑 攀升 就是完全講你的機器有多靈活 你明白嗎 大家一起飛過來 你飛得快一點 我飛得快一點 什麼所謂的 大家一起撞到 是不是 但是當我們所謂的前鬥的時候 就是鬥駕車 鬥駕飛機的靈活性 究竟是去到哪裏 manufability是去到哪裏 而馬的manufability 就是遠遠高於馬車 你要走在這個方向 如果說八十度轉彎 就糟糕了 已經有時間搞了 是不是 馬一定就要轉彎 軍隊靈活很多 但是我說騎馬 騎一組可以發明到 騎馬不是問題 我們現在蒙古人都有騎無鞍馬 重要的一點是有馬鞍 沒有馬鞍 騎馬是沒有用的 馬鞍前後有一支高了出來的東西 即是那支可以固定到你的位置 和馬燈 你先在馬上射箭 這是重要的 要不然你一射 在馬上滑來滑去 你便射不到箭 嗯 我們待會就會在劇集中看到 究竟那時的狐伏騎射是怎樣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記住留意馬鞍的設計 但是我看到最有趣的 就是他們的能力 即是他們真的可以夾著那隻馬 然後在上面亂動 是的 這個我覺得真的挺有趣的 不如我們現在一齊來看一看劇集吧